人们常说 人生无戏,戏如人生 电视是人生的缩影 我记得《爱情零渡戏》有一场戏 我带着妈妈的骨灰回到家 看到爸爸不忠的行为 戏里的我应该为妈妈感到委屈而哭泣 当时是新人的我 试了好几次都做不到 这时,玉清大哥就跟我说 在你入门前 对你妈妈的骨灰说 妈,我带你回家了 说了这句话之后 我当场就崩溃流泪了 我才领悟到 其实我不是在演那个角色 而是在感受 在活这个角色 如果你问我 如何去区分现实和虚拟的世界 对我来说 戏里戏外的世界 都是真实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